OK,好的,那我就问一下,那么主要就是讲一下这个传书简史,然后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呢,把相应的一些这个他们课的一些传课啊,也加在上面,就让大家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咱们每次讲到这个书法史的时候呢, 总是可以讲的这个非常详细,也可以讲的非常复杂,那么主要就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那么我这大概做了这么一个大纲,讲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一些,主要是要讲一些历史,还有一些相关的文化, 还有一些就是跟书法和传课有关的东西,啊,这个起点的话,那么是商周经文,甲骨文,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类叫竹灰,啊, 还有不是文字,又像是文字,啊,也稍微设计一下,啊, 啊,商周完了之后,咱们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相当的一大部分的经文留下, 也有一些这个文字书写自己留下来,咱们也可以讲一下,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撰刻的话,啊,在现在的话也是,看来的话成绩也是非常,啊,非常不错的,就是说,啊,成就的话是非常重大的,啊,就是说,啊,实际上这种印章就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啊, 啊,然后的话我们讲一下这个初简和情细经文,然后情代的刻实和实补文,然后一个重点的话是情代的这个形影,啊,咱们都是稍微讲过了一些,啊,然后讲汉代传书和汉印,啊,因为汉代的传书的话,啊,实际上是我们大部分一个刻印章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就是南北朝, 是唐代的这个这个碑额,啊,那么在中间的话就是,啊,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中间的话,这个传书遗迹留下来很少,但是,这个他们这个碑额的话,就是他们留下这碑刻里面一些碑额,它非常有特色,在明前讲书法史的时候也稍微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哈,这次咱们可以稍微系统一点,然后重点的话就是在唐代的话,当然是唐代的传书里面, 李杨宁,李杨宁出来了之后的话,它是改变了中国的这个传书历史,那么它的影响的话是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到元代,啊,然后到宋元明的传书,中间就讲到这个,这个就比较丰富了,啊,随着这个人们这个,对这个书法的这个认识,审美的认识的这个改变,那么它就有这种花体传, 然后还有这个,在转识方面的话,它就有这个圆珠,这个宋代的这个曲转,啊,那么这些东西,花样它都出来了,啊,啊, 然后就是,清代的传书,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期主要要写的,啊,那么再加上一些,清代的流派印,将来也是咱们就是,慢慢学习刻印的过程中,大概会接触的比较多的,啊, 然后最后就是民国和现代的转述,和近现代的这些,一些印人,那么这些,啊,实际上这些,我们以前都是多多少少都是讲过一些,但是就是说讲得不够仔细,那么当然这次讲的时候的话,那么啊,啊,也要看,就看大家需求,因为这个每一堂课,这些东西要仔细地讲下来的话,也是很费时间,啊,啊,啊,那么也看大家的兴趣,如果是大家这个对这些,啊,讲课的这个, 兴趣比较低的话,听课的话,这个兴趣不是特别高的话,咱们就可以讲得简单一些,啊,如果是需要,希望能讲得仔细一点,咱们也可以就是说,啊,就是挖得深一些,啊,啊,作业,啊,作业,作业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基本上的一些,啊,大家看自己有多少能力能完成吧,啊,啊,那么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取,能够基本上的一些,啊,大家看自己有多少能力能完成吧,啊,啊,那么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取,能够基本上的一些,啊, 认识传字,啊,那么这个认识传字的话,那么以前的话,就是要写这个说文不守啊,之类的,啊,那个也有用啊,但是说文不守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篇幅是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要真正的把它给写完的话,也还是比较困难,那么我们想的,我想的话,就是说大家还是通过这个书写,你每天大概写一张字的样子,写到二三十个字,争取把你写的这些字都认识, 认识之后,自己去总结一下规律,然后慢慢的话,这个字的话,你可以认识,啊,然后下一步的话,就是自己,啊,同时另外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能够自己设计印稿,完成名章,啊,啊,然后在转课方面的话,一个星期,你能刻一两方转课的话,然后在刻一面编款的话,这个就相当不错了,啊,当然我们这里面有狂人,啊,一天要刻两三方的也有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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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也就看自己的时间吧,啊,如果是没有时间课的话,那么就争取了,你写一写,啊,啊,但是这个,虽然我这个讲的这个,传书的历史的话,是从商周一直讲到现代,但是这个,这个书写的这个进程的话,可以不一定要跟那个,是连着的, 那么你可以按照课程的进程的,啊,去,这个写,这个写甲骨文,写经文,写汉传,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阳明都可以写,啊,啊,但是的话,我推荐的话,就是说,还是主要就是写清代的这几个,那么一个就是, 啊,成长期一円,也要基于杨仪孙,。啊,其实原刑,那边身上就是一个要求帮座,啊,。 写出来的话就是会比较好看 那么当然了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去写别的 那么就愿意多写一点经文 那么这个也是很好的 如果有谁想写这个李扬明的话 那么写也是非常好的 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刻印 刻印的话 除了上面这个数量的 大家亮丽而行之外 那么我想的话 就是说临摹一些这个秦汉印 那么临摹一些这个圆珠文 或者买牌文 和一些流派印 看你自己喜欢 这个临摹的意思 也就包括了你这个模仿式的课 你比如喜欢哪一路的这个印章的话 你就按照这一路的印章 去设计你的这个印稿 那么就创作随意 那么你不愿意去跟着人家做的话 你就愿意自己 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课 这也是 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大家 首先要想到的一点 咱们搞这个书法 搞这个撰刻 自己要玩得高兴 不能成了折磨 然后这个授课的方式 就是这个作业这些东西 除了刚才讲课之外 那么一个就是示范 我估计的话 这个示范也就是最开始 咱们上个学期已经做了不少示范 如果大家还有需求的话 那么这个是可以接着做 那么然后就是一个点评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大家要互相鼓励 互相打击 就是这个的话 有的时候比我在那儿讲的话 可能会有用的更多 这个是大概是我的这么一个计划 说起来的话 咱们一共是十五六堂课 那么这个内容实际上是相当多的 大家要有一点这个思想准备 当然了 咱们这个也不是说 是非要强迫大家完成 这所有的课系 要是要看大家的那个兴趣 和这个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法 要讨论的 回到这个 传书简史大纲 大家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或者是什么的 现在也没有必要 现在就提出来 我们随时可以在群里面提出问题 可以就是说 以后咱们一边讲的时候 一边大家可以建议 哪些地方需要详细 哪些地方需要 需要简略一些 然后 这个作业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按照这个规划 慢慢的推动就好 老师 这个一看着这个 一下子就觉得 好像不能打酱油了 还挺 非常的serious 不过也挺好 那个就是 书院不是 期末有展示作品吗 有人写那个瓦当 这个瓦当老师就是在回到第一页 那是算哪个类别里的 还是根本 瓦当主要是在汉代 汉代 那你要讲的话这个瓦当 那我可以把它给加上 瓦当主要是汉代 清代也有一些 但主要是汉代 文字都多起来的话 是在汉代 大家都知道瓦当是什么回事吗 对吧 能瓦数能讲 对不起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 这个瓦当的话 如果是大家看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建筑 那么它不像这个西方这样 它是做的有这个这个 这个Gutter 我们的Gutter System 那么这比较豪华一点的建筑 就是这个房子顶 屋顶上的最后一块瓦 它是跟别的瓦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般的瓦的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画一下 一般的瓦的话 大家就是这么一块 对吧 这是一般的瓦 那么这个瓦当呢 它在前面 它加了一块 这个培形的 那么这个 在传统里面就叫滴水瓦 这个滴水瓦 它就是在这个前面 这一部分 它可以做一些文字啊 图画的装饰 那么这个就跟 就是我们说的瓦当 老师我在广州 好像看到 一些房子还是有瓦当的 对 有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房子 还是有瓦当 有些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说像这个Gutter System的话 这个 这个好用很多 为什么在中国 它这个实行不了 它这个是区域性的吗 还是当时汉 汉朝的时候 整个汉朝南北都是这样 这个是有钱人都是这样的 普通老百姓的话 很少用瓦当 我好像只有在广州市里 那些比较一些 好像比较有名的一个中学 还有一些学术性的地方 看到过这个瓦当 特别好看 瓦当是哪两个 哦那个瓦和那个当 是那个 对 这两个字 瓦当 这两个字 哦 好的 谢谢 好 那么这个 谢谢这个高研提醒 我们可以稍微设计一下 这个瓦当一定要写传书吗 还是 不一定非要写传书 因为这个实际上 一直到民国和近现代的话 那么这个云南 他们还有很多地方 还在用法 也都用现代字 它这是表现这家人的 个人的特色的是吧 主要是 它是一个商品 所以说它是商家和客户的要求 比如说 我今天我要修一个房子 我需要瓦当表达我的意识 我就修 就说这个月龄万岁 或者 你都可以的 那么 你可以学大富大贵啊 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吉祥的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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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那么你也可以完全纯粹用图形 也是一个文化性的东西 好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开始 讲课 那么这个中国文字的话 这个最早的起源的话 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那个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文字的起源究竟是怎样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 这个中国最早的文字 实际上 已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大传 这个大传的话 就是经文 经文的话 那么就是从这个商代开始 那么提到这个商代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的话 大概是公元前 16世纪到公元前 11世纪左右 这个确切的时间 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在商以前的话 按照这个历史的话 就是这个孔子的这个记载的话 或者是这个史记的记载的话 是下 但是下的话 就是现在因为 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文字记录留下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这个下究竟是在哪 那么现在 这个考古学家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推测 那么比如说这个龙山文化 二厘头 甚至陶氏文化 他们都认为 这就是商 但是因为没有文字记录 所以说现在不敢肯定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阻症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阻症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商 是这个 可以肯定的 那么这个商的这个肯定呢 那么大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 一个叫阴虚的这个发现 虚的话就是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废墟 大家有没有谁去过阴虚 或者知道阴虚在哪 没人知道 阴虚的这个发现的话 实际上是中国这个 现代考古学的这个起点 那么这个发现的话 其实也是很偶然的这个因素 那么最早的话就是这个甲骨 它这个地方的话 是在安阳附近 这个安阳市 安阳的话是河南安阳 当时的话 古代的话 这个病房的名字叫曹歌 那么就是商代的这个首府 那么大概是清代晚期 在那农民挖地的时候 挖出来很多甲骨 那么当时他们叫龙骨 然后用来敲碎了 来做这个中药 后来就有人 一个人叫 叫这个 这个王毅荣 他还有一个叫 叫谁 另外一个人 他在药铺里面 发现这些有文字的 然后他就去追踪 然后就开始收集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甲骨文的发现 那么后来就在 这一带他就在这一带的话呢 他就发现了更多的这个墓葬 那也出现了出土的大量的这个甲骨和这个金铜器 那么你看到这个左面的这个地图的话 那么大概就画出了这个当时商朝的这个势力的这个范围 那么从东边的话一直到大概山东的这个地方 南边一直到长江流雨 北面的话一直要到这个陕西 北面的话要到河北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中原 中国的中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商代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事情 咱们大概都听说过的 那这个郑王 商周王 那个达吉 这个大家都听说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个现实的历史的话 就是商代人的话 这个商人的话他们是非常残酷 当时的话他们是现在出土的话 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一个是这个 就是说活人寻葬 还有活人祭祀 等等 这个在当时都是现实的 听上去的话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 这个就是活人寻葬 用这个活人祭祀 这个是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 他们给宗旨 那么这个是咱们讲到这个周的时候 会讲到 那么现在在安阳的话 有这么一个殷须博物馆 那么当时出土了 这个也是一个旅游圣地了 有很多的这个青铜器啊 甲骨文啊 我们这个最大的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最大的这个青铜器的话 就是这个 师母月顶 那么现在有人说这个月 不应该是师母月顶 不知道了 那么这个顶 那么就是在殷序出土的 那么是当时出土的时候 这个墓葬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顶是放在这儿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 是他们的这个墓葬的形式 那么是非常非常宏伟的 那么这三个字的话 那么就是师母月 月的话在当时的话 就是就是一把符葬 一种兵器 但是当然了 这个不是我们最早知道的 这个这个经文 但是我们来看这三个字的 这个组合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它这个是代表了 这么一个人的这个 一个名字 那么在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在这个 商周经文里面 有一路的话 他们也叫它这个 竹灰 那么这个竹灰 实际上就是跟这个东西 就接近的 那么它是一种文字 和图像的一种结合 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例子 老师那个月子怎么写的 月子啊 月子是怎么写的 是金字旁 这样的 点画出来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画的这些形状 就是这个样子 嗯 是这样 这个月啊 就是这个样子 越南的越上 上面那一步 这种问题不要 sorry 你说 你说 你先说 我的跟这个没多大关系 你先问好 我就说这是两个字 还是一个字 三个字 对 两个字 还是三个字 是思 思母 月母 是这个母 母亲的母 有人说这个不是母字 但是这个现在 没有办法肯定 这个比较标准的 这个传书的母字 大家都知道的 是没有那个头 那么这标准的母字 究竟怎么试读 现在是有争议 那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 这个符号 这个是个月字 就是刚才大海污的那一笔 就是刚才大海污的那一笔 OK 就越南的越上面那一笔 就是李荣的荣字少了一笔 没有 在古代是完全不同的这儿 以后这个字的问题 这个怎么样认字的问题 我们要少问 因为我也回答不了 下一个的话 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字数比较多的商代的经文 我把他的字文都打在下面了 那么这些字的话 就是让我就这么认的话 我基本上也只能认识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看他这个特点的话 就是说他这个 象形的部分 这个还相当多 相当多 像这个这儿的话 这个是日这儿 太阳的 然后这个是王这儿 这个是帝王的地这儿 这两个部分连起来 这是一个五字 这上面是一个文字 那么这个字我不知道 我们看下面的话 它应该是 好像是组字是吧 组字 这个组字它就是象征了 下面有个器皿 这是器皿的皿 这一部分 上面有个什么东西放在里面组 然后这个的话 一般的话这个是或者是油 就是钉油啊什么的油 这个是极油 极油是纪年 然后这个是月 这个还基本上是 就是画的一个月亮的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容易认识 大家都可以认识 这个是四 一二三四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这件东西的话 就是在这个 这件青红器的这个红底下面 因为当时他们做这个字的话 其实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复杂的 它第一步的话是要先把这个东西 它写在一个泥板上 然后把它刻出来 刻好了之后 然后再把它给翻纱 做成模子 做成模子之后 然后再把它 然后再交注成红器 所以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在这个时候 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这个 现代人的话 讨论这些青红器这个书法 要什么中锋啊 偏锋啊 什么的 这都是无稽之谈 是因为它古代是拿青红器来做了一个器皿 是拿它来作为上供的 还是有文字的 是因为它古代是拿青红器来做了一个器皿 是拿它来作为上供的 还是纪念的 还是什么 问题问得非常好 你已经都自己回答了 除了你这个前提不太对 因为有一大部分的青红器 实际上是没有字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是有字的 那么有字的话 就比没有字的 可以加 那么上面它记录的话 就是说这些青红器 它大部分实际上不是用来使用 很多的话它是用来做既适用的 那么它总是记录了一件事情 为了一件什么事情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就专门做一件这个青红器 来纪念那件事情 那么也有一部分这个青红器 它是用来使用的 比如酒啊 装酒啊 是有一部分 它是可以用来使用的 但是绝大部分 那么它实际上都是用来 都是纪念一件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大家可能也 也没有听说过这种谬论 那个时候还没有石碑 没有石碑为什么呢 这个咱们以后再讲 没有刀 没有刀 没有这个呢 刻得动石头的工具 青铜器 你在很软的石头上是可以刻制的 刻出来的那个石头是非常软 非常容易崩化 还有问题没有 没有 咱们就接着往前讲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刚才已经注意到了 那么这个文字的话 你把它给 仔细看的话 实际上它这个字的话 它这个大小是随机在变化 你看得到出来 它有一行一行的 但是它这个字的话 它这个没有一列一列的这么一个区别 那么它是非常随机的 这个大小啊 或者什么字和字之间配合的话 就是说没有太多的这个规范 但这个字它配合在一起 它比较自然 就是它为了把这些东西它挤在一起 就用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法 那字大的地方我就站的地方 就大字小的我就站的地方就小 那么它就做得很自然 这个就跟我们在刻印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章法的概念 所以这个章法它产生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随着后来我们的文字 越来越规范化之后 那么这种自然的这个过程 就反而需要我们用头脑 去刻意的安排 在古代这个文字 它还不规范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有各种变态的时候 把它这个做起来 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就下一个 那么这是下面两个例子 这也是大概晚上的这个经文 大家看这个是同样的 就是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件东西 它稍微规范一些 就是这个行它是非常清楚 这个行是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列的话 我们这个行的话 现在我们是竖着是行 列的话是横着的 看到这个横着这个的话 它还是没有很清楚 那么这个认字的话 大概我也只能认出三分之一左右 大家要不要试一试 没有人要试 这个是个融字 哪里有融字 哪里有融字 里融的融 这个是不是融字 好像不是 应该是法字吧 那个猫 猫啊 最后这个吗 这个 这就像个狗 底下像个王吧 底下是条鱼 不是王吧 哦 是条鱼 OK 那是宝贝的宝吗 老师 这中间这个是个宝字 对 这是个宝字 那第一行最后一个字呢 是什么 我还真不认识 我还真不认识 这个中间这有一个维 这个维和鸟 是一个字 就是唯唯一的唯 唯一的哪儿 这个 我的鼠标寨的地方 OK 然后这个是九月 这个是月不是日 不是日 月 那上面有个石是不是 这是寨 不是石 这是寨 那什么寨 寨水一方的寨 寨水一方的寨 这个班长很厉害 不知道 怎么说了就你假的 蹦出那个了 在谁上的在 在九月 在九月 然后这是宝字 然后这个是商 这个是商这 商王 这个是王 商 商王的意思 上面哪个树呢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甲 或者是钉 这个是用 那么这是一件 那么是在这个气的里面 大家看到 它这个也就是在这个笔上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青铜器的这个出土 那么大概是在从古代的时候 宋代啊 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 都是当成宝贝的 那么很多东西挖出来的话 流传到现在 我们很多都是 其实不知道它的出土 那么有些明文的话 也没有办法用来确定时间 都是遗憾 那么在民国时期 好像在晚清的时候 他们曾经发现过这个 周代的大墓 但是很快就这里面东西的话 都被这个盗掘一空 很多东西都流到外面去了 都是很遗憾的事情 那么这是另外一件东西 那么他们当时的传统的话 就是同样一个闽闻 在一个这个 这个 器物上面 它有时候它会做很多遍 或者同样的闽闻 它会在同一组器物里面 反复出现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 这个章法和这个字的结构 其实跟这个是非常相近的 那么你看到 很多这个字的话 它有很多的这个装饰成分 比如像这个 这个本身 这一部分的话 就上面这一圈 这一部分的话 这个 这个是 复证 这个是父 父亲的父 底下养了四个小孩 现在这个东西就比较不清楚 就是你看到这个叉叉 这个东西的话 是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字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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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像今年我们是鬼卯年 那么这个 很怀疑的话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它是一个竹灰 然后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竹灰 这个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竹灰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完了 在什么时间 我做了一个顶 时间是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就一个竹灰 老师我再提个问题 在商朝的时候 已经是一月二月 他们已经有这个 calendar这样呢 对 对 那个 农历 那时候应该还是在用农历 他们继月的话 在中国古代的话 继月的话 都是农历 然后继这个 但是他们另外一个系统的话 就是有个节气 这个节气的话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阳历 这个阳历的话是永远不变的 但这个就是说 继这个月份的话 因为这个月亮的周期 跟这个地球运行的周期 有点差别 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在变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有润月 润月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是大概是青铜器 我就讲这么多 这个是商代的青铜器 大概就讲这么多 这个是比较长篇的这种名文 这个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实际上可以拿着毛笔对着写的 也就是图个好玩 那么在同时的话 我们这个商周那时候的话 看到的还有这个甲骨 那么这个甲骨文 这个是甲骨文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件 那么据说也是在这个 这个阴墟那一代 就是安阳那一代 它这个出土 那么大家如果是看这个文字的话 就跟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的话 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说他们这两个是并行的 只是使用的目的不太一样 那么像这一件的话 这个是骨头做得非常非常精美 那么这一件不应该是用来这个占品用的 那么实际上是大概是做了一件什么器物 权杖或者是什么东西 装饰的非常精美 你看在这里刻的这个 这是牛骨头 刻的一个非常精美的花文 当初的话 还相对有这个绿松石 做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也就是大概 应该是有试图 但是我没有去追 那么可能是一件实用的 或者是东西 或者是用来祭祀的这么一件东西 做得非常精美的 这个是一对角吗 它是一根 一个东西的两面 一根牛骨头 像乍一看 像一双袜子一样 像一双袜子 对啊 我刚才看了这个的时候 你一看的话 像一双长筒袜 而且设计的非常时尚 非常时尚 这两套腿也长得挺好看 那么这是另外一件 非常出名的 也是这个甲骨 也是因虚出土 相传是因虚出土 这个是用这个刀 直接在这个甲骨上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刻过牛骨头 这个刻的这个难度 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这刻石头难多了 那么你想这些 刻这些石头 这个牛骨头的人 一定是专业训练的 而且这些人的话 按照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 在当时的话 地位是相当高的 这个是属于这种巫师啊 就直接就是这个皇帝的 这个他们这个国王的这个Advisor 那么这个字的话 也是就是说 咱们也就只能拆一下 哪些字可以认识 那么这大概是一匹马 对吧 这个是一辆车 大家看到 这是一辆车 从这个正面看过去的一辆车 左边一个轮子 右边一个轮子 上面一把一个闪盖 然后这个是一匹马 然后这个字 这个字大家 不要这两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认识 这个字是一个我字 中间是一个我字 就是现在我们说 说的你我都我 老师甲骨文呢 比那个商经文早吗 还是同时代 同期的 同时代的 用途是不一样的 用途不一样 那么这个甲骨文 它是用来占卜 就是它这个 白块骨头 在火上烤 或者怎么样 然后根据它上面这个列文 然后来说 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把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效果 或者怎么样 那它上面写文字干什么呢 难道 就是记录它这个占卜的结果 哦 你是 它出了一个什么事情 那么根据我这个推散 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就保留下来了 这些保留下来 那么你问的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那么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时有没有书写下来的文字 现在推测是有的 因为的话 这个证据的话有很多 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测字 这个甲骨文里面就有了 这个测字 那是这样的 它像的是什么形象呢 就是有很多的竹简串在一起 那么就是说 当时他们肯定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就是说它这个一卷一卷 翻开的这种书 它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实物 然后还有一个文字的话 那么也是证明这个事是存在的 就是当时这个书字 最开始的这个书字 它是这样 像的是什么形状呢 就是一只手拿着一只毛笔 在写字 那么就是说 从这些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当时这个是甲骨文 和青铜器上的这个文字 不是他们的实用文字 他们真正的实用的文字 那么是写在这种测 测这个测这个测 测测上 或者是他们如果是当时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纺织 已经很能很发达 可能写在这个这个布上 或者是写在这个脖上 那么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现在就没有这个实物出现 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 这个竹子的木头的 还有这个纺织物的话 这个保存两千年 五六千年的话很困难 老师那甲骨文用什么工具刻的 刀吗还是 猜测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刀 猜测的话是一个刀 而且它这个甲骨的话 可能是经过特殊处理 就是说表面上的话 就是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一样 而且你可以看它这个刻的话 它往往就是单刀刻成的 它就一下推过去 就是很小的这么一个 很坚硬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在当时的话 都是这个这个技术人士 那么这个甲骨文字 从被肯定为一种文字 抽出之后的话 那么就开始就有人用这个甲骨文来刻意 那么大概是十几年 五六年 以前的话 那么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 那么这个是我刻的两方意 这个一个是白云在天 这个是甲骨 然后下面的话是五十四年而已 这个张的话都不大 这个大概是一公分半左右 这个大概是两个公分 老师是您生日那天课的吗 五十四 这个是 一猜就猜到了 纪念 纪念 然后的话当然了 这个很多名人的话 那么也做同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我突然忘了 义大安 义大安 他咋有个dollar sign呢 他怎么有dollar sign 钱的那个标签 在哪 右边那张 哦 就这个 这个想前锋了 这个人叫义大安 好像是义大安的 我们都可以再去查一查 义大安 不是这个还写错了 最后这个字还写错了 安的话就是长这 我现在是长的 义大安 然后这个几方印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不是多了三 这是福字 看着像多了三 这个 这个是我都不认识 这个是自乎以福 什么什么 不认识 这甲骨文 然后这个是处其一 处其一 处 这个是其 这个其 一 处其一 处其一不处其二 处其后不处其宝 这个的话是由乎万物之主 由乎万物之主 这个是万物就是万物了 之主 主的话是祖先的主 这个是 那么这个就是说 他用了文字 他用的是这个 这个甲骨的文字 但是他处理的方法的话 就是把它给做圆了 那么这个 做得相当不错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尝试做这样的 弄作玩儿 当然这个 试这个东西的话 也不只是他一个人 还有其他的 很多的这个 这个状态家都尝试过 蛮好玩的 因为这个甲骨文的话 就是因为它这个构型的话 相对自由 那么你在做章法安排的时候 相对 可以给更多的这个 想象的这种空间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竹灰 这个竹灰的话 就在青铜器上 是大量的出现 是在这个晚上和早周的时候 那么现在推测的话 就是一些这个符号 我们觉得不太理解的一些符号 那么大家都认为是竹灰 这个竹灰呢 就是说你是这么一个 你家族的这么一个符号 就跟这个欧洲现在这些贵族的话 还有他们这个 他们叫什么insignia 就是他们的这么一个旗子 画上一个什么狮子啊 老虎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 相当于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咱们在几千年之前 就开始做了 但是这些文字究竟怎么试图 现在没有统一的一个 因为它都是图像 和这个文字的这么一种结合 那么像这个的话 这个是比较惨的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你只看这个图像的话 就是一把斧头 直接把这个脑袋给剁了 那么大概这个意思是 这个家族的话 他们家是跟这个斧头 有很大关系 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战将 然后这一个的话 那么就是不太好理解 这个是负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负 乙 这个是乙 甲乙丙丁的乙 那么这个东西就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很明显 就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 这个笑语型很容易理解 但是没办法翻译成蚊子 蚊子 那么就是说 它出现的这个 这个就是也是在一个顶上 那么这个的话 也很有意思 一只手 或者一个什么工具 放在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头上 那么跟这个的话 它的构成是完全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的话也是 那么这个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起他们当初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什么什么 念什么香功 头上带着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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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 然后要跟宇宙人交流 大人就从他们的转到过来 他这边这个 他头上带着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方 有个方向号 指向这个这个天空 他正在跟宇宙人交流 太阳日光之下 都没有心事 那么都实际上都是那时候就有的 好 那举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刻印的时候的话 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 可以参照这样的东西来做 像这个的话 在什么雅致形的这么一个方框里 那么放了一个人 人上面长了一个很长的辫子 然后一只手 或者一个什么工具放在旁边 跟刚才我们讲的另外那个的话 这个是同样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家族是擅长什么 或者只是他们这个装饰 有这么一个特点 像这个的话 就是纯粹一个符号 就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像一个大车轮 或者这个家族的话 就是坐这个车轮子 比较出名 不知道 然后这个是字比较多一点 那几个字的话 大家都可以认识 但是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现在的话 咱们知道各个民族 这个不同的生活传统 这个还是用理解的 就是一个人头上顶了一个东西 大概是装水 然后手上又拎了一个东西 那么大概也是装水 那么具体是代表一个什么族的话 就不知道了 那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话 这纯粹就是图像 像鸟 像鱼 这个是大象 这个大象的话 那么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想起来这个 咱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总是说这个猪鼻子插充装像 那么这个像鼻子短的话 就是跟猪差不多 那红十字是什么 红十字哪个 这个 这个 现在的话 一般这个符号的话 我们都把它解读成这个字 亚 这个繁体字的时候 这个亚是这样写的 然后像这个 这个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叉叉 这样的话 前面加上这个 有时候方向会不一样一点 像现在这个的话 它是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的话 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鬼帽的 这个鬼的话 是一个字 像这个的话 是显然是一个蝎子 对吧 这是一头羊 羊的话 这有一个室 然后这边是 这个是一个人 然后一个老鼠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的话 也是跟我们现在 有什么幽灵式的 但是一般这种符号的话 它实际上是代表一个小孩 装在这个墙包里 两个小腿里分出来 竹灰 你说 竹灰好像都是动物比较多 也有文字 那么这只是这个竹灰里面一个比较 这个internet unstable 那么它只是一组 这只是一组 那么有人的话 现在推测的话 这个竹灰实际上是这个文字的开始 都是一个推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验证 就是现在 这个考古学的话 现在就大概资料 都非常非常丰富 但是唯一没有发现的就是说 或者是这个竹木上的文字 或者是这个仿竹木上的文字 那么我没有再往前讲 往前讲的话 就是什么梁祖文化 龙山文化 他们有这个陶器上 这个课的这种符号 那么有人也认为 是这个文字的这个开始 行 那大概今天这个课就讲这么多 那么下堂课大家准备怎么办 想干点什么 做点示范 就这个传书 也可以就是 因为大家写惯这个楷书 历书的时候 这个传书的话 就是咱们先复习一下 我给大家做一点这个示范 就怎么样 用笔的这么一个示范 好吧 那老师 我们自己 您有什么建议吗 对初学者 建议 你是 进来的比稍微晚了一点 大概我这个刚才介绍的 我听到了老师 我只是说 还是有好几个 我选哪个呢 你选哪个 你喜欢吴昌硕对吧 我也不知道 你喜欢吴昌硕 你就写吴昌硕 就差不多的是吧 就没有什么 区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吴昌硕的是 偏于十古文 十古文的话 不是特别标准的传书 那么如果是 那哪个是比较标准的 杨医生 邓氏 和吴昌硕 比较标准 好 咱们那字贴 据说今天晚上到 今天就要到是吗 嗯 好 老师您再说 能讲一下怎么认字吗 就是说认字的方法 认字的方法 那可以加上这么一下 认字的方法 认字的方法 其实这个传书和这个 这个中文呢 和现代的文字 是差不多的 那么就是说 要认识它的偏旁 那么所以 第一步的话 要真正认字的话 那么就是说 还是要成为偏旁不守 这个入手 嗯 那么如果是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个要专门讲一下认字 如果要专门讲认字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 就是说要把这个 说文这个部首 这个这一部分 稍微讲一下 我是觉得挺好的 对 我也觉得我同意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那个 基本的 特别常见的 比如说那个小手 还有 女子旁啊 这个是咱们都知道的 然后希望老师 因为老师知道的更多一些 然后就总结出来一些常见的 然后这样能帮助我们快点 手 呃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太能总结的 啊 那个华峰应该写个这个说文部首 写过这个说文部首 那么应该知道 就是说大概他是500部吧 500个是吧 啊 对可以可以写一下那个 有好多人写过 王福安 杨一孙 他们都写过 就是不是不是全部的那个说文 就是就是 我写一下 对差不多500个 我应该有电子版的可以发给大家 哎 这个可以的 就是说文部首 那么这个 那个可能还是得 那个就是像你记住一个东西一样 就是老师可能也讲不了什么 得自己写自己记 就是 对 嗯 我可以讲一些这个简单的原则 就是说 这个这个网上有一本书 大家也可以下载 他讲的比较比较 因为说文部首 其实下面都有解释了 他说什么东西 像一个什么形状 所以他解释 你记住这些部首之后 然后把他们给加在一起 然后你基本上就 大部分的自己就不认识 那本吗 有好多人都写过 他他写的那个比较工整 比较清晰 对 那是不是 那华宝你建议就是 先认字 我觉得好像 好像跟这个比较好一点 对 行了 那咱们以后每堂课就加一点 这个认字的这个 这个好 那么下堂课就 我们就可以开始讲这个认字 每天五个字 十个字像小学生一样一点 可以的 可以的 谢谢 谢谢 好那咱们休息个十分钟 那么就下堂课的话 咱们可以讲一点点的认知 先找一点资料 然后再做一点示范 进来就好 进来就好 吧 那么也是 那么也是他 那么他是一个传客家 那么也是传书家 也写历书 这个说文部首 那么这个说文部首的话是从这个这个汉代开始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它主要是讲这个文字的这个基本组成部分 那么有很多的话可以跟我们现代的这个文字的话它可以通用的或者是对应的 那么这个一这个是依旧是一了没什么可说的 我先从头头讲起吧 这个说这儿 我先给大家 就是说现在就开始讲 说的话那么这个是它是两部分 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的话一部分的话是这个是言 言的话它是表意 表意的话就是说说话 跟这个说话有关系 那么它就是言在这 那么这一部分是言 然后另外一部分它是表音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音它是怎么变化的 那么变到现在的话它成了说 这个窝 原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都知道叫对 或者是什么 那么华谷影片的话可以说的 就是对它这个转音是怎么转 这个这个我不太懂 这个音韵方面的这个我不太懂 它这个说文的那个有一些解释 但是我我看不懂 它是什么什么这个运那个什么的 我对我来说太难了 没关系了 那个以后怎么有空再慢慢讲一下 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个文字的话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文字 这个是一个原始的文字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形成字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的汉语的话 形成字的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意 像刚才咱们讲这个说字 这个言它是表意 然后这边这个对这一部分的话 它实际上是表意 这个音怎么转过来的 我现在不太清楚 然后下面一个步 步的话就是也是左右结构 大家都知道这个左面这个是一个反耳 反耳的话 它这个是写成这个现代文字的话 正规的写的话 它是这个字 它不是耳朵 它是这个意 意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地方 它表示是一个地方 这个步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这一部分 它是表意 这一部分 它是表音 另外一部分的话 这个 因为这个汉字的话 这个也是 这么多年之后 它这个音的话 转得非常多 那么这个 它原始 它是表这个音的 那这个是步 步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原始字 所以不能再分割 这个手的话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成 它就是这个 一个脑袋上面长的头发 那么这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手字 和这个眉毛的眉字 是一个字 是同样一个字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经常看到的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一部分的字 大家经常看到的 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页字 这个页字 如果是大家记得清楚的话 没有简化的文字当中的话 那么 头字 它是这样写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是一个形身字 这个形身字什么意思呢 这个豆这一部分 是表它的这个音 这个页在古代的时候 它就是头 那么它是表现的 它就是说是这一方面 这个页这一部分 它是表意 然后豆这个地方 它是表意 这个就是头这儿 然后大家还可以 有其他的这儿 比如说这个须 这个须发的须 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说 你这个 长在这个头上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毛 或者是叫头发 或者就是叫虚 就是红枝 然后还有这个含 还有这个鹅 那么这些都是这么来的 额头的鹅 额骨的鹅 这些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这一部分 实际上你在下面加上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页的 它代表这个是头 然后这个五 这个是原始的这个文字 没有什么可以 可以二流的 这个五字的话 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百的话 也是基本上是一个 是一个原始的 这么一个表意的 这么一个文字 这个是四 但这个四字的话 它是这个是晚起的 最开始的四的话 它就是画四 识 识的话 这个是一个 一个多意志 在刚才我们 那个 举那个经文例子的时候 也知道这个 这个识的话 有时候是表达的意思 它是在 那么后来 为了以示区别 这个在的话 它有时候 它先要画一个 小的这个三角形 但是 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 它都能够区分 地 地的话 这个也应该是一个 就是一个当时表意的 这么一个字 但是这个 这个我没有仔细去 去了解 这个一的话 就很清楚了 一就画一篇 地的地 还是 别的地 这个第一 就是这个 这个第一的地 在古代的时候 这是同样一个字 两个字没有区别 最开始的时候 它们是同样一个字 一的话很清楚 上的话 是一个 是 是一个 四一字 它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平线上 画一个符号 那么 那就是上 这是指着上方 那就是上 那么我在指着下方 那就是下 最开始的时候 但是这还不是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 你还要再往回走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上 下面也很长 上面也很短 就是上 上面也很长 下面也很短 就是下 然后这个随着以后 往下的这个 这个演化的时候 那么它就 这个 加上了一些 其他符号 这个是上 和下 这个是上 一个表意的一个字 应该是一个表意的 然后三的话 这也是表意了 一二三三 然后这个字的话 这个是上下 这个有距离不一样的 这个是王字 那么下面这个距离一样的 这个是玉字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 就是两个玉放在一起 我们现在也有 叫绝字 那么在现代的话 就是说 有一个瓶字 或者是色 就他们都用这个 这个大家都清楚 这个是气 气字头 最开始的这个气 我们现在的这个气的话 就是说 天朗气清的气下面 有一个米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气的话 是没有米的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很抽象的符号 那么跟风啊 什么的都有关系 这个是四字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起源不好说 那么我下次另外再找一本书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那么这一书的话 这个含义的话可以非常复杂 含义的话可以非常复杂 它可以表示假 也可以表示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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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可以慢慢讲 因为比较 比较让人 这个 这个弧度的一个东西 这个的话 单独出来的话 我不知道 他解释是什么 华峰知道吗 这个单独出来 这个 这个是念 撤 是草木刚 长出来的样子 草木刚长出来的 那么就是 只是一个 就是这个苗子 也是草 也是撤 它是一个字 还是只是一个不守啊 老师 一个不守 一个不守 现在这个字不用了 那么这个 这个你可以推广 就是这个 苗刚长出来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 从地下长出来 它是这样 所以这不是我们 现在用的草字头 是吗 不是 我们用的草字头 是下面这个 哪个 就下面这两个 这个这个侧 放在一起 哦 这个是我们 现在用的草字头 那么在 现在的话 写草字的时候 你可以就 只写这个 不用写 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的 这个草字的话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字的话 本身是形生字 形生字的话 上面这个草头 是表意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一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 是找这 找的话 它是表音 叫草 那么实际上最开始的 这个草的话 你就支写这个就行了 那么现在的话 还有人这样写 那么跟着这个 这个侧 这一部分 告诉我 这个侧字 那么你从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推广 推广 这个下面 你长两个这个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木头 木 下面这部分是根 上面是上面的 这个枝叶 然后两个木呢 那么它就成了林 这个是大家就清楚 然后这个木字 这个偏旁的话 就是以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会用到很多很多 它也都是表意 大部分情况 那么这个木字 它下面的 这个最容易的 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的荷 荷字 就是前面加一个头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从象形的意义上面讲 它就是这个 这个稻子长出来之后 它这个税 这个结成税之后 它前面有一个头掉出来 那么就是一个荷字 荷苗的荷 还有什么可以变化 可以讲的这个地方 我就尽量把这些 能牵涉到一起的 这个能讲的 就顺便讲一下 那么讲的不对的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划风 你随时给我纠正一下 这是第一页 这个这个第二页 好 这个 这个这儿 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部首了 实际上就是现在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 这儿 草头下面加一个 这个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这是汉语练什么 我都不知道 是薅字吗 这个是不是念入 入 入 我得查一查 不行 那么这个中间的话 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 纯粹的部首了 它是已经有了三个部首 下面 这是一个部首 这个是寸 或者是 中间这个是成 这个字应该是念入 尘草 是用引申为草垫子 草戏 引申为草垫子 那么上面是一个草头 就是看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也是咱们这个汉语 这个这个这个 有关系的 先把这个都清掉 中间这一部分 我们讲成 成实际上它是 讲下去的话 大概会有这么一个部首 它是跟虫有关系 跟虫有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小虫 然后这个寸 下面的话 一般的话 都是跟你这个 拿着一个什么工具操作 有关系 然后这个草的话 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个四个草头的话 这个滑凤 这个是什么意思 四个草头 这个字念 蟒 是虫生的草的意思 很多的草 大家现在就理解了 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 这个造字的话 这个方法很简单 这个草多了 那你就把多加几个草就完了 就重生的草 阿峰 你就是从那个汉点那 就是查这个 它这个意思 对 你就用那个输入 你就手写 它就能查出来 然后下面这是第二 刚才咱们已经讲的这个D 第二的话 开始的话 第一个字是小字 小和大 咱们讲完 讲到小的话 怎么就可以讲 讲这个大 这个小的话 好像这个意思的话 也应该是一个四溢的 这么一个文字 那么大的话 大家都知道 就是四个胳膊撑开 你稍微变化一点的话 那么也可以变成 各种各样的形状 就是胳膊撑开 那么这个是大 这个应该是彩字 不是彩字 应该是彩字 这个是个什么 是彩 它那个注释里头写的是彩 注释是写的是彩 彩字的话 现在一般传书写成的话 是这样 上面是一个手 然后下面的话 是一个木桶 我刚才看到这个 好像是米字 米字的话 没有上面那个弯 米字的话 没有上面那个弯 哦 这就是这样 下面这个是半 一半一半 下面这个的话 这个是怎么来的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半字 为什么这么小 是半字吧 半字 这个是半字 半字 这个它是 就是一个牛字 然后从中间切 切一刀 切成两半了 所以是半字 这个地方的话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讲点这个小历史 这个八 咱们讲到这个八 这个八字的话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意思是非常丰富的 它讲的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分成两半 跟咱们今天讲这个掰 咱们也知道 这个反应体的 这个不是这个 叫正体 这个八的话 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它也是有它的意思 就是这个是八 它是讲的 这个两个东西 分开 所以刚才华鸿讲 它是一个牛切成两半 那么它跟这个 就是有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在里面 你看到这个八 这一部分 它一方面 它是要表音 另一方面的话 它是跟这个 这个就是分开 是有关系的 这个例子有很多 这个分字 也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我们现在学的 老师上面的八 就是12345678的八 对 12345678的八 对 下面这个东西 很清楚 牛 牛的话 最开始的话 它就是一个象形 这是两个角 然后下面一个牛头 最开始的话 是这样的 这中间的话 这个上面的话 可以短一点 那么这个是牛 那就是像一个牛头的样子 那么咱们讲完牛头的话 牛的话 那么也可以想象 这个羊字是怎么样的 这是羊 这是羊的羊角 然后这个是代表 大概是眼睛 然后就是它嘴巴 那个宽出来的一点点 这是羊字 羊字的话 在很多情况下的话 现在我们用它 带用这个羊羊的羊字 那么它是这个羊羊的羊字 最开始也是这么一个用 下面也是一个复合字了 已经不是一个部首了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这个字应该是 就是犁字的 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字吧 犁田的那个犁字 是吧 这个字我查字典 它说是牦牛的毛字 牦牛的毛字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不太 是牦牛的毛字 但是我估计的话 跟这个 不管它了 反正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字 它是有三个部分组 三四个部分组 这个是位字 对面这个是一个反文 然后下面是一个牛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这个鞍 这个东西 这个鞍的话 你以后看到这么一个符号 它都是一般都是表示一个房子 房子的 就是一个覆盖 可以覆盖让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比较复杂 在这儿 咱们以后可以在以后再讲 然后这个告 告这儿的话 这个原则上的话 也是一个象形文字 就是说话 说话 它下面是一个口 下面是一个口 然后上面的话 最开始不是一个牛 这个不是一个牛 最开始不应该是一个牛 它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从你这个嘴巴里面出来 那么它就是告 就是它在跟你讲话 这是一个象形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口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的话 就现在没有对应的文字 这个它是怎么解释的 这个我不知道 没查到 这是两个口在一起 那么有人现在的话 就是说 有的字的话 有人起个名字 叫叫这样的 大家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 喜 不好意思 喧闹的喧 喧 气嘴发舌 对 对 这个 你只要看到 有几个口多在一起的话 那么大概跟这个东西 就有意思 因为这个口的话 它可以代表 很多不同的东西 也不光是就是说 是代表这个口 还可以代表气鸣之类的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 是一个哭字 哭字 我不知道它这个意思 是怎么转过来的 但是哭字下面 这一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犬字 就是一个狗 这是一个狗 然后下面的话 上面是两个口 这个意思怎么转过来 都不知道 但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说 反正两个狗在一块胶 就叫哭 所以大家轻易不要哭 利荣家有两只狗 利荣家有两只狗 大家在这个地方的话 记住就是这个犬字 这个犬字的话 就是以后你看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反走的证明部分 它都是用这个犬来代替 它都是这样 反圈旁都是用这个代替 都是这个都是这个 然后旁边你可以加任何别的东西 那么都是对于你 我们这么一个反照 好 那么下一个字的话 大家都能认识吧 这是走字 走的话 是 这个地方可以展开一点 咱们可以讲这个 先可以讲这个步字 这个步 步字的话 是这样写的 古代的步字 是这样写的 那么这个象形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只左脚 一只右脚 一前一后 那么这就是步 步在古代的话 是走步的意思 那么 你看到的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上面实际上是一个人 一个人 然后它下面的话 有一个脚在这 那么这个意思 它是走 这个意思就是走 一个脚上面有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在走步 它是一个示意的 但是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咱们 接着往下讲的话 就是说在很多的情况下 这个走之旁 在很多的情况下 往往的话 也是用这个东西来替代的 就是这个 我们为什么讲它走之走之 实际上它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正规的走之的话 就是在传书里面的话 是这样的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看到很多 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你要想到的话 一个就是它是这个走 它是一个走步 这个是一个步 比如说这个罩字 之类的 它就旁边 就是加上 在很多的情况下 它也是走之 那是放在下面 还是放在左边呢 放在左边 有的时候是拆开的 有的时候是拆开的 这两个可以分得很开 在这个经文里面 它可以分得很开 然后这个指 这个指的话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是跟我们现在 这个读音是一样的 咱们经常还有这个字 实际上是这个字的 这个原始字 就是脚指头的意思 实际上也就是代表脚 就是指这 那么看到的是这一部分 需要当心的就是说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不一定跟这个脚有关系 有的时候是跟脚有关系 有的时候跟这个脚没有关系 但是的话一般情况下 就是代表你这两个脚 在做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咱们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灯字 灯字 那么就是这个的话 现在的这个符号的话 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大家还记得 我们刚才讲这个鬼字 那么这样的话 它也是最后的话 它是变成上面这个符号 那么这个也是转过来了 转了很多步 所以咱们不知道 那么这个灯这的话 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上面的话 就是一个左右两个脚 然后下面一个豆 豆这的话 大概在这个地方是表音 灯就是往上 那么这个字 刚才已经讲过了 大家都认识了吧 不 不 不的话就是我刚才是反过来写的 现在的话 它是朝六个方向写的 就不管它朝哪个方向写 它意思都是一个 这是不 这个是尺 这个是尺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尺 这个没什么区别 所以老师这个布就是上面是挺直 下面是脚是吧 两只脚 一只左脚 一只右脚 一只是左脚 一只是右脚 上面是左脚 上面是右脚 上面是右脚 原则上你怎么都写都可以 上面的话 你可以这两个可以反过来放 一只左脚 一只右脚 就是两只脚就不同的在这个上面在走 然后下面这个尺这儿 尺这儿的话是一个 也是一个 非常顽起的 那么它表示的就是 是一个四翼这儿 它就讲这个地方 两个部分 一部分的话是脚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 是这个应该是我们叫 古代的话 这个这儿也是念痴是吧 应该是专门有一个部首 是讲到这个 匕首的匕 它也是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字的话 大家记住就好了 然后正这儿也是 应该是一个顽起 最开始的时候 那么是 就是说这个 是这样的 上面这一横 还有可以 有时候可以变得一点 是 是字的话 那么这个是一个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的话 是一个虚字的话 原来的这个意思的话 也是一个顽起 那么大家这个记住就行了 就是正这儿上面一个日 这个意思跟它 这上面这个符号 跟它现在的意思 没有任何的关系 老师那过去这些字笔 就传书里 有没有什么 得 勒 就是 得 我勒 得你的 我勒 我勒 得特勒 勒 我勒 我的 你的 那个得子 或者是吃饭乐吗 乐吗 什么这些东西都有吗 有的 这些都是十亿词 这个的话 是有意思的 这个是那时候 不是一个住词 这个是了 这个是当时是了 了是结束的一词 然后这个得 我们讲这个得地的 得这个的话 是它是目的的地 那么这个是 它是这个 也是十亿的一个字 但是就是现在转的 转移 还有这个地 这个地球的地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有十词的 那么这个也是 我真不知道 这个词 它是怎么来的 这旁边的话 它就是个也 这个是也 那么这个词是有的 这个词是有的 然后得 还有一个得词 得词的话 咱们现在是写成这个样子 古代的这个词也是有的 得到的得 最开始的话 只有这么一个部分 只有这么一个部分 就现在那个树心旁 不是树心旁 就 最开始的话 只有这一部分 对 双轮旁的话 双轮旁的话 实际上是 是最开始的话 它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这是一个 一个表 是一个路口 然后它去掉一半 行 大家这个听够了没有 听够了 回去消化消化 对 消化消化 林老师 我想问一下 他这书编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就这么死尽背吗 还是 这就是我这个 对他这个东西 不是特别喜欢的 就是说 他这个系统的话 它是从这个 许圣那边 它就传奇下来 但是他当时 它是什么逻辑编的 我不知道 那么就是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逻辑 就是说 他就 就这一程度 他一直排下来 华丰 你有没有去了解过 他在编排的逻辑是什么 不知道 我也觉得 挺神奇的 对 但是现在的话 有一些这个 这个比较通俗的一些书 它这个编排逻辑 稍微好一些 但是 好像这个逻辑也没变 编排这个秩序 还是这个秩序 但是它下面有解释 我回头找一下那本书 看能不能找到 行 那么大家既然这个已经 这个是很让人累的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除了这个记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 你说 有谁要发言 那有谁发言 那咱们这个就先展示到这 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传书的写法 那么有很多同学已经知道了 以前上过这个无常硕的 就是知道了 那么没有上过无常硕的 那么就稍微给大家做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把我这个 那个定在我的这个镜头上 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会再次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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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用笔子的话 大概毛笔的话 要拿一只相对比较旧一点的毛笔 那么这样 容易长风或者是 跟我们就是写这个楷书啊 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传书 写的时候这个笔封齐笔的时候 那么 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回风的动作 看这个横的时候 你要起 除非你这个笔是特别的旧 特别的老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做那个动作 但是一般的话就是说 要回风做一下这个笔 往前走一下 稍微提一下 然后转过来 然后再走 然后到结束的地方 我们就提起来 造成的这个结果的话 就是说你前面和后面 这个东西的话它有圆 那么就是一般说来的话 这个动作的话 给大家画一下 那么这是一横 那么它这个笔的话 它是先朝正面走 然后稍微提一下 转回来再按下去 然后走到底 然后就提一下 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横和数 它起笔都是这样的 我再写一下 写大一点 那么往回走 我这笔还比较尖寒 往回走 然后过来 再写一遍 那么到这个就结束 基本上都是这么样的完成 那么这个竖的话 那么是一样的 竖的话是一样的 也是往上先走 然后往下 提回来 那么这个动作 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么画这个笔的话 那么就是 行笔路线图 你就是先往上走 然后绕回来 然后往下 到下面 那些结束的地方 就不用多余的动作 然后笔 直接停下来 那么这是基本动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拐弯 拐弯 拐弯的话 在传书里面 它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我们举一个拐弯的动作 举一个哪个比较好 比如说这个口字 口字的完成的话 我们先是写中间这一横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 转书有时候写这的话 这个笔画的这个秩序 关系不是特别大 你可以先写 也可以后写 那么我的话 一般就先写这一横 然后你左面这一树 到这儿 大概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右面再这么一笔 也是大概到中间 他们会合就好 然后重要的 重要的是 大家看到 我就是在这个笔 在拐弯的时候 这个笔风要跟着转 看到我这个笔要跟着转 我在这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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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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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这块 黑的这个地方了 看到这个地方了 你看到我在写的时候 往这边走的时候 那么 这个黑的这个Market 它会转过来 看到了吗 看不清楚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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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90度左右 是吧 对你这个笔 挺挺方向转90度 那么这个东西它就跟着转90度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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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转是为了要它圆吗 还是 对就是让它这个笔峰是保持一个中峰状态 这个转的话 就是这个动作 动作的话 在手指头上的话 就是实际上你就是粘一下管 往这边转 就这样 这个方向一点 这个粘管的话 就这个意思 它跟着这个 稍微有点动作 然后 朝另外一个方向做的时候 那么这个方向的话 就正好就是反过来 比如笔峰朝这边转 那么这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转双米的 最基本的动作 一个就是起笔 另外一个是行笔当中 它会有一些转动 然后在行笔当中呢 最开始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 人们要学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笔画的这个线条的粗细 保证它变化不是太多 那么就是三个要素 因为这个笔的话不能太新 太新的话 太新的话 前面这个长风这个动作非常难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行笔的动作 要 要 基本上就是 把它给长风做好 在行笔的过程中 第二条 那就是说 要保证 你要这个 转弯的时候 这个笔峰 要跟着 有相应的转动 而第四就是 保证这个 线条的这个粗细 不要有太多的变化 是一个字里所有的线条 都保持差不多的粗细吗 还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老师 撇跟那怎么说 撇跟那是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楷书里面 经常讲的这个 这个通常讲的这个撇和那 在这个传书里面 基本上都不存在 那么我写一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木字 木头的木字 木头的木字的话 基本形状是这样的 我先给大家一个 这是木头的木 那么写的话 也是左面一个 左面一个写好 右面一个写好 然后你把这个 可以写出头 也可以不出头 然后这个都写完了 然后下面就是你讲的这个 撇和那 它其实已经没有撇跟那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了 对 那么这个 咱们现在讲的话 就是 撰书和 例书实际上相对容易写 那么就是因为它用笔简单 用笔简单很 但是讲它是容易写 但不一定就能写好 那么 中间的话也是需要有一些 这个训练 那老师怎么判断就写好了 没写好呢 一个是要结构匀秤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线条要匀秤 结构匀秤的话 这个 其实这个标准都比较客观了 就是你这个写好了看的就比较舒服 写的不好的话你就觉得有点这个这个扭曲感 OK 如果没有匹合呢 那那个名称就不做存在了 那就是就是弯折就是弯 对 直和弯好像是不传说就只有两种写法 一个直的一个弯的连折的都没有 你这个说的 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这个这个笔法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笔法 就是一个中锋 你保持它中锋 那么转来转去 当然到了清代以后 这个笔法稍微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无让之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这个就是说 它偶尔有一些笔法 它会在收之前它摁下去一点 然后再收起来之后 它就轻轻提起来 它会有这么一些笔法 那这个这个经文里面也有这种效果的 有的时候先出了后再变细了 经文里面那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一定能保证这个 它是是是标准 是写出来的 也许是它是雕琢出来的 那么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父子 这个父亲的父子 那么父的话在古代的话 这个父 有时候跟这个父它是通通的 那么它实际上是表示一个姓氏 不是说一定是表示就是父亲 它是表示一个姓 我就叫某某父某某父 那么就是说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或者是姓什么 那么这个父子它这个写法呢 就是说在经文里面 那刚才其实他们已经看到了 它这是第一点 它这个是像一个滴水一样的 然后的话下面这个这笔出来出来 它中间还要加速加出一段 然后再变细 然后上面这个 它是两头尖中间细 两头尖中间粗 但是有时候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写 像一个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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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也得有这个动作才能 这树弯钩 我特别纠结 这我写哪个字 写那树弯钩 就是那个拐弯的地方 都不是很 那这个问题 我问得非常好 是的 这个答案是 是的 尤其是写掩体 掩体的时候有时候 他们就做这个 这个这么 这一树弯钩的时候 它直接就转过来 有很多它是这样 这样就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只能是转笔转出来 我们写出来的效果是这样 老师你能不能再演示一个 就是往那个方向的树弯钩 像兄弟的胸最后一笔 那个树弯钩 那个 那个树弯钩 一样的 那个树弯钩的话 就是说 然后到这儿 要转笔 到这儿的话 就是你就回锋出来 回锋出来的时候 那笔是还要这么转 这样上去 还是就是正常上去 你要定一下 什么叫正常上去 就是朝着你拿笔杆的那个前方 还是转 就是 是这样出去 还是这么 这么样出去 这样 这个方向出去 这个问题问的很高级 就是说你这个笔封过来之后的话 你这个最后有两个处理方法 我这个这个写 我画一下的话 那么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把这个笔封就沿着 沿路返回 然后往上走出去就好 另外一个方法的话 你就是 就是不同的字体 处理方法不一样 有的就直接就这么就出去了 这是一种 啊 OK 谢谢老师 这肯定帮我好大忙 我最近就纠结这个 谢谢老师 这个这个连笔这个动作的话 也可以经常练习 就是说 其实很多地方的话 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树弯钩 讲这个这个横钩 树钩的时候也要用 你这个这个横钩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用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用的 好 老师 老师一个问题就是 写传书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字写那么大吗 好 你想写大就可以写大 想写小也可以写小 看你的这个笔 看你这个笔 嗯 我建议的话就是刚开始 你也别写多大 就是两寸高 一寸半宽的样子 嗯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比例 多大老师 您再说一下 两寸高 两寸高大概五公分 OK 然后宽度的话 一点 一寸半吧 一寸半的话大概四十公分 三十七公分 三十七公分的样子 三点七公分 他不是正方型的 呃 不是正方型的 对 正方型的话 偏于正方型的话 那么这个是杨一孙 比较偏于正方型 那么其他的话 像这个这个邓氏乌啊 无让之啊 他们这个就比较受长 大部分都是比较受长 那我用中凯写就好了 是吧老师 中凯差不多 对中凯差不多 因为我以前没换笔 就用他直接写这个传书 就觉得这个笔不够 不够用的 不够用的是 嗯 嗯 嗯 这个是就是说 你这个这个 所以你这个笔要用稍微旧一点 嗯 嗯 因为你这个比较新的笔的话 你按下去的话 这个笔封的话 就是说不好控制 它会乱跑 用旧一点的笔的话 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些 你看一下我这支笔的话 就相当旧了 虽然看着还有笔封 但是已经是相当旧了 就不知道写了多少字了 写了多少字 嗯 OK 就是说像那种 比较新的这种笔封 还有这么这么 这种尖的这种的话 就是像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笔封 那么写这个传书的话是不合适的 嗯 那么清代人的话 有人传过一个秘诀 就是你要写传书的话 你要把你这个毛笔 啊 新毛笔 拿出来在火上 把前面这些毛给烧掉 那么写出来线条就圆了 啊 我不反对 你要愿意烧的话是可以的 我还用旧笔吧 嗯 实际上你就是用旧笔嘛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有很多人就很反对 又说你这个毛笔是烧出来 你这不是骗人吗 那这个不存在啊 那种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书写效果 你主要不是描出来的 你这 用笔写出来的 这个你这个这个 用什么样工具的话 其实关系也不大 好 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没有啊 回去做功课了 回去做功课哈 那么如果是就是说大家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 还是用这样的方式讲点这个这个历史啊 认 然后再讲讲认证 认证的话其实就是主要是使工作啊 主要是使工作啊 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的认证对大家这么困难 这么一些这么一些啊 那么现在的话 讲讲认证也挺好 老师 你说 老师你还记得不记得就是有一学期 嗯 是练的草书 我对草书 失去兴趣 就是因为认证太难了 然后我也记不住 啊 草书的话 这个 草书的话你就更麻烦了 那是得一个一个单字的记 嗯 那是得单字一个一个单字的记 就是说你这个偏旁啊 那有的时候你这个组合起来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时候组合起来就是错的 哎呀 草书我就一直也没 这兴趣就没没没没提起来 然后就直接放弃了 嗯 那但草书的话也不要把它想象的这么神秘啊 就是说 写点错字写点别 你白字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下边几个也行啊 真的 下边几个也行 真的吗 我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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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错的 人家给你指出来 你写错了 你就说哦对不起 我写错了 你告诉我一下正确写法 你看他怎么说 老师感觉 这内容好多 好功夫 很开心 但压力好大 啊 如果是觉得压力大的话 咱们就可以 可以 减轻一点负担 可以减压 你可以 可以选择 躺平或者我就少讲一点 主要的话 就是说 给大家的话 就让大家上完这堂课之后的话 就是说 一个是觉得好玩 能够学会一些东西 好 好 黄磊 你刚开始写 用转课的时候 你也说压力好大 后来结果一记绝成 是 杨老师你今天作业 你先打个样吧 我都不知道要做啥 那就先写字呗 就先写一下这个华工船的这个说文不守 写不守是吧 那个写不守是要毛笔写 还是用圆主笔写 都可以啊 你只要能帮助你认证的话 你用圆主笔也行啊 华卉你当时是怎么学习的 什么方法学习这个说文不守的 他们说房超老师带着他们写 就是 就是照着写就行了 其实 其实传书 很好写 就是像大海老师说的就是 他其实就是直画和胡画 就他都没有横折什么那些 那些复杂的东西 其实很好写的 没有不要有压力 特别好玩特别好写的 感觉能 感觉能认字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现在是文盲一样的感受很痛苦 没有真的没有 我曾经写过一段时间 然后但是就是根本都不会 就照葫芦画条 话说可高兴了 觉得特有意思 很爽是吧 这个东西就像你听 这东西就像你听英文歌 或者是听古典音乐一样 你不需要知道他那个歌词 是什么意思对吧 你就觉得好听 你就跟着哼唱 就行了 然后也许有一天你就知道了 就不需要知道 有的时候可能 然后你要感兴趣 你就一边唱一边查 然后一边一边写一边查 就行了 他写的时候你会觉得 他是一种修行 因为你要屏住呼吸 就是他像 meditation一样 他他其实特别好 没有必要觉得有压力 特别好 有一点还就是 华峰这个讲的都很好 那么有一点我不赞同 就是不要顶住呼吸 太悬 哦 要选手写呢 我觉得这些人都 就是为了折磨人的 故意搞得很很难度很高的样子 老师写大字 是不是必须得悬起来 要不然就你也不方便 你就自然而然的动作 你写大了之后 自然你就这个就悬起来 对吧 你要写小字的话 你当然的话 就是说你看怎么方便 关键的就是 就是一个方便 我们现在都讲 两个economics 这个就是 老师 您写字的时候 就是身体是 会往前轻一点吗 还是就是做 特别直 我 一般动作 我都不考虑 就是基本上 我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我这个 就会靠在椅背 这样写吗 可以 可以靠在椅背 你怎么写舒服 怎么写 就是看你这个感觉 我可能就是一直姿势 可能不对 我记得您以前给我指出来过 就是我可能 太往前轻了 然后脖子就会疼 写比如说一个小时 就脖子就死了 那我得 我得 嗯 对还有就是说 咱们写字写的手腕筒啊 什么的 这些的话 都是跟这个姿势有关系 当然了这个 这个年纪大了 出点小问题也是正常 好像华工有一段时间 也是写的这个这个 这个腰酸背痛 背痛的是吧 我主要是打球打的态度 哈哈哈 跟写字没关系 啊 往球走 往球走啊 嗯 好 那大家没有问题 老师我问一问题 嗯 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口字哈 你是一笔写 两笔写 还是四笔 哦 三笔 一横 左一弧 右一弧 就刚才我这个演示的 看什么 这个这个是 基本上是左一弧 右一弧 然后再加上一横 三笔 啊三笔 好谢谢 三笔 啊 左右对称的 一般你都把它分成两笔写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好的 谢谢老师 还有问题没有 如果要烧笔尖的话 如果是尼龙的 就不能烧了吧 啊 你这样烧的技巧一点呢 最为技巧性的 你要告诉别人 你的笔尖不是烧过的 哦 纯粹 能看出来吗 能看出来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 据说这个这个流传有个故事 有个年轻人拿着自己写的传书 一个老先生说 哇 好好 这个水平极高啊 但是年轻人说我这个比他 我是这个比方 我是剪过的 老婆马上就就怒了 就说啊 你这是欺骗 其实那个老师在欺骗 这个这个 好啊 好那么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今天就到这 好 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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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